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我可以繼續玩PayPal Mario RPG 整備都差不多了,安裝了一個廢章 上集就先看,打了他們兩隻爺爺還在暈 我先去救公主 那個壞人艾哈斯哥夫 用了一些卑鄙手段 黑暗供電,最後一堆 送一些東西給我們,又可以回到... 其實我滿了 都是給丁丁出來 超深入,已經在地底了,再走再深一點 這條樓梯很長 有沒有升降機?如果我走上來就很累 皇家果凍 我整身道具已經是... 很有信心 打這個最終決戰 看阿哈斯哥夫會不會召喚一些厲害的魔物出來 還是他會變身? 什麼離遲了?我看到那個棺材 你是不是想送碧姬進去?我還沒死的 生歐歐,懂得說話 在我身後面,就是沉睡在這裡的傳說中的寶物 怎麼看都是棺材,即是屍體 在裡面就是傳說中的魔物靈魂 就是用你帶來的星之石解除封印 最魔物靈魂轉移到碧姬公主身上 讓古代魔禮復活 不是吧?這麼純潔的身體? 不如你轉移在丁丁上,給你看他丁丁的樣子 不是吧,我邪惡一點,你看我的眼睛 公主,有沒有力爬走?不要接近這座野 公主他自責 他說他給我們一張地圖,就弄成這樣? 不關你的事 是我八卦而已 當然是MARRIO蠻八卦 現在我有魔女的力量,征服世界就易如反掌 所以這一刻來了,世界就是我所有 寫吧,這個就是影子女王 快點醒,影子女王 出來吧 真的熟燈,要影子 黑暗的火? 碧姬,小心 很噁心,這是什麼手? 好像是另一個次元物體的東西 哇,很大的皇冠 而且很高 打籃球一流,不如我請你做籃球選手 不要再惡 做下運動,讓人開心點 令世界變黑暗 媽媽林和叔叔經常在外面聊天 村長又被這個突如其來的陰天嚇到 現在地球很危險 出來曬太陽的老太婆,沒得曬了 那天黑了 他變黑的時候看到的影子是手 秘書小姐 不要打比賽 有得走就走 有沒有飛船飛去外太空 現在地球很危險 這幾個世界了? 哪個人叫醒我? 就是我 你見不見到? 我時間上班 幹嘛叫我? 不醒就醒了 隨便吧 我想找個容器在哪裏? 你放心,保證美女 沒有開美顏都可以直播 我查過的,很純潔的 好聰明,你又知道我想去直播 不要說這些壞事 我現在感覺很良好 看看其他的世界 除了陰天之外還有地震 震到我島的人 叫救命 會不會錄沉 最神色的地方 他都怕世界末日 另外天寒地東 網友說像俄羅斯的地方 好幸好你之前寫一支炮給我們上映月球 博士現在真的進來了 這裡是真的 想不到他這麼老也這麼勇敢 好邪惡 我復活了 雖然現在靈魂和身體都沒有融合 還需要一段時間 慢慢我就習慣了 喂 做什麼啊 有幾個會是BOSS的 喂 做什麼啊 影子女王 搞定那班人 哈哈哈哈 你命令我嗎 你以為你是誰 你看你的頭 照一下鏡 裂了 喂 你講什麼啊 我是令你服務那個人 雖然這些劇情 經常在卡通都見過 我不想在我身上發生 不要說太多了 聽我說話先 你不搞定他 你會被人搞定的 喂 到我頭 你不自量力指使我 這麼無禮 前面的胡蘇佬的下場 都跟他一樣 現在連頭都沒有 哎呦 我的力量好像還沒有恢復 哈哈 不要緊 一架成這樣怎麼辦 你看貓肉的樣子 還有人叫女王的話 是什麼人 影子三人組 他們假裝暈 阿斯哥夫死了 到他們擦鞋 好久沒見 摩托林 原來是認識的 哈哈 就是說令我復活的是你 聰明 好亂 他說他找到 碧姬做他的容器 然後還要對外放寶物的假消息 噢… 阿斯哥夫也是他 收集星子石再解除封印 他是影子三人組 然後那個就是影子女王 真是朋友 是 胡蘇佬給我一個機會 你介紹自己 胡蘇佬給我一個機會 你介紹自己 看來這個肌肉都很紮實 胡蘇佬也很漂亮 不如這樣吧 你來服侍我 成為我伯仁 好吃好住 你明白的 有選擇 這麼好笑 那個是碧姬來的 如果 如果 成為他伯仁 都叫做和碧姬在一起 是不是 如果我們能讓他開開心心 那 那 也很幸福吧 會不會 嘗試一下 什麼都試一下 就是這樣擁有可怕力量的傳說中的魔物復活了 容器還要是碧姬來 Mario和碧姬公主 以及整個世界都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就是怎樣 喂 直接Game Over 哈哈哈哈 真是搞笑 再來 應該會立即被我們選擇 是不是 我去跳過 那 這次就拒絕了 這次 你想反抗我啊 胡蘇柳 你的命運就是一直這樣救我的 反抗 拿來 嘩 終於 說真的Mario這麼多年都是迫姬這隻兵 現在終於可以反抗一次 糟糕 做我的兵有什麼不好 蛤 這麼笨? 命都不要? Mario 狠狠地打到碧姬那裡 不打他上去世界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記得真的不能留守Mario 你明白的 死火了 我們真的不要打臉 因為刮花了怎麼辦 首先找一下叮叮派上前 影子女王 Ku 碧姬公主 150血 攻擊力有7 但是 零防禦 是傳說中的魔物一千年前摧毀在這裡 他會用恐怖的閃電攻擊 會提升攻擊力和防禦力的魔法 以及吸取HP 還會用一些將我們拖去影子裡面的招式 我們雖然不忍心打碧姬 但是都不可以 什麼都不做 總之就不要想他的碧姬 要努力地打倒他 我都留一留丁丁丁 我想每個人都使出一下招式 在特殊有一招叫做星星斬擊 是未試過用給大家看的 是需要狂按A鍵的 打全體,現在打單體是有點可惜,不過不要緊 照用 黃金 一開始就比較容易,快點上 要打很多次 最後都搞定 扣他15 跌到丁丁 丁丁我們要他用 迫姬公主 我唯有用這招刺激你 我唯有用這招刺激你 如果你真的喜歡Mario 你一定會吃醋 你不要迫我身上 射到Mario 完全不理會 想著他會有私套記憶 逐個轉 現在我們有招火炎烤擊廢章 這招刺激了火 他不受冰凍 我們行動有二 先丟他 很壞,什麼招都用 加攻擊力,加防 這就難搞了 都燒到他的裙子 不知道這招對迫姬有沒有用 軟軟小子,還是他選防 試試吧 Yeah 不過我們這招其實是無視防禦 好,曼曼太郎都攻擊完了 這招這麼帥 很多鬼手 捉走Mario 哇 暗角打鍋 好恐怖 他加上攻擊力是比較厲害 叫Jaku出來 其實Jaku有招 減攻擊力 不過看看是否真的可以減到他 因為上次試過壞了 好恐怖 原來 做神組用吧 碧姬,不好意思 最近Mario,踩人消息 好恐怖 又暗過打鍋 擋到 燒完了 庫羅坦 石石化解獸恨 試試 要很久 很好 嘴唇多豐滿 做Mario 隨便用一招 扭動身體 向我們撥下去 霍羅坦 再轉人 明明 微微安我們用魔法火焰 按錯了B 到時候又消了一條裙子 在戰術中有一招叫做一擊震佬 兩個SP 但是我覺得對波線未必有效 照樣試一下 不出聲,因為要專心按齊 好可怕 好可怕 有效果 我可以成功發動到 但是它死不死呢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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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開始 而且我選不到這隻手 而名字也是名字影子女皇碧姬,即名字不需要檢查 那就 先轉一轉 巴烈尼 咧炸起來全能封關 真的沒有反應 現在這樣,不如我們試一試打個武箱 最重要的是我做什麼,給電力能不能電到他 沒有反應 我都說沒有了 不要掙扎,越掙扎越痛 他狂打,又吸血又行 難搞 其實我覺得打他都沒有用,可能要等一點時機 我們就趁這個機會補血,補FP 過多幾個關是怎樣 Nario就 同樣是這個嗨線,加上星星 你支持我們,打最終的BOSS HAPPY 剩下9血 幸運 但是這些東西不行,現在很帥 看你要補血才行 BOSS 這麼少? 這樣 轉 慢慢太龍出來 接著 有一招強力龜殼 不,稍微按錯 龜殼護盾 這麼差勁 糟糟 打到MARIO 煉了一個 不斷補血 什麼時候才結束 哇 哈哈 哈哈 不敢打我嗎 你們這些人 那不好玩 鬼鬼說我們還沒放棄 還要打,危險 真的要補血 補50 接著繼續用這招 頂一頂 好多 這次好壞 來拍吧 還沒碎 我打到龜殼 又吸我們8 終於破壞了 看來我們要攻擊他 即是打他幾次才行 如果這樣 嘩,他有很多血 曼曼太郎 貫穿龜殼 其實打他沒有反應 其實應該是劇情需要 所以我們都要攻擊他 我們都要攻擊他 看我又多厲害 你 在這裡跟我招痕 糟 又吸血 只剩下三 慢慢的太郎 糟 睡了 很難 抓鼓 因為抓鼓有招全打 又是大軍 我不敢亂打 行行行 不要混亂 真的好醜 你們這些人 很多隻手 應該是大技 等等 觀眾 他吃光了 那我的傷就恢復了 是時候折磨你們 現在劇情出來了 我再問你一次 要不要服侍我 如果想服侍我 這個是最後機會 江殺雷茲 你是冠軍 記得你當時 最巔峰的狀態是怎樣 這麼固執 唯有送你最後一程 好光 星之石現在在Mario頭頂轉一下轉一下 會不會有什麼 力量令Mario變得超級大人的 去到惡棍陣 魔法陣 但是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很快 準備吊頸 小女孩在這裡 突然間整件事很震撼 好像龍珠的名字 七顆星四散 首先去到很平靜的村莊 其實感覺上是代表帶來光明的幫他們 很擔心Mario和曼曼泰郎 不如一起祈求祝福一下我們 苦戰 婆婆會不會認識一些東西 一顆石在你們代內相傳 現在又回來 現在又回來 看我們陷入危機 一顆石就是傳達這個訊息 會不會就是這樣 每個世界的機人 為我們加油給力量 我們 大家都說我們祈禱 全部都是手下敗仗 很感動 現在看到這個情況 回顧所有世界 所有人 都支持Mario 他說大姐姐應該就是 微微安 Mario當然沒有輸過 好 烏娃都很盡力 打氣 鬼火也來 快點氣勢 姐妹圖也來 這個島 然後到最有錢的地方 有錢人為了你的兒子 將來可以實現夢想 成為烈赤斯基 努力點祈求 Mario打贏 一起為Mario加油 謝謝你們的祝福 光煞雷絲就是Mario 又終於知道了 偵探大人 最後一個地方 最後一個地方 哇 他們打的方式是特別不同的 多震撼 會不會一起爆 好像 元氣彈一樣 現在我們集齊所有人的力量上身 後面那三條人很亂 很厲害 大家的祝福 傳到過來 這些應該是星之石的力量 你當然不喜歡正義的聲音 很厲害 這個光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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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啊 好痛啊 碧姬的靈魂 竟然聽到碧姬的聲音 究竟可不可以換成碧姬呢 他們將最後的力量傳給Mario 所有都回來了 早上才不浪費道具 這個女人很冷醒 由我這個女王告訴你 什麼叫眼前一刻 再打 這次禮真 剛才打不到 我覺得碧姬給了力量 我們可以傷到她 首先就 我們看不到她的力量代表 我們要再檢查一下 要檢查多少東西 手不用的 就這樣調查中間 就這樣調查中間 影子女王 現在沒有褐湖碧姬公主 HP150 攻擊力7 防禦又1 她剛才都展示了一些招式給我們看 有閃電攻擊 提升攻擊力防禦力的魔法 會有中毒和混亂狀狀態 會有中毒和混亂狀態 最可怕的就是她儲力 攻擊力很強 所以就要避開她 手都會發動攻擊 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如果這樣 我們轉一轉 加回攻防 OK 加三攻四防 頂住 投一擊 千手觀音 很快攻擊了 抓走巴烈爾 如果沒有加防都很適合 首先就強力爆炸 OK 接著我們就 觀眾回來了 跳躍 摺子跳躍 但波烈爾怕不怕死 突然想想沒有幫她補血 對,這樣就補到了,星星都補了,很生氣 為何我會受傷,平時什麼都咬不到我 夾弓 瘋了,加7 剛才說要避開他 很順利,接著就 未備安 影子躲藏 成功 我們欣賞一下他怎樣打空氣 扣了彎,所以我們的Buff就沒有了 出來還要讓他打 其實是 會測血,壞蛋 再波下來,連續機 可以幫我們嗎 謝謝 帶電 不要踩他 我想用Jagoo 接著用這招 都是要加攻防 Yeah 招式 Yoshi大軍 加速攻應該扣到他 他兩隻手都打壓了 又出來了 Lucky 撐到幾下 但我要補血,因為危險 繼續Yoshi大軍 還沒結束我,你還有血 又加 他還有電 我看 燒一燒 裙子也會著火 好 又要找微微安出來幫忙 很適合,很危險 我們在下面,打不到 擋住 很多手 很厲害,可以擋光了,但其實都很傷,扣了我們14血 巴列二上前 砍他 慘了 避過 連避兩東西 都是要炸,因為有手在 我們回一回,又有Bingo 差一點點,回一回 FP 為什麼? 應該是這樣的 我剛剛睡醒 牙齒還沒刷,就被你打成這樣 又是 畢竟女王叫絕招,不如我也享受一下 我想試中一下,令到情況好像比較緊張 順便站在下面的手 好緊張,要享受女王的絕招 狠狠地打過來,被人扣二 加到四房,能否定得到 人一輩子就一輩子 這樣才會緊張 要你之前打空氣,對不起 你狠狠地打了,現在我不動了 10多是扣了 沒事,可以吧 繼續用它爆 差不多了 回到九血 回到七血 打醒你 再見 被人打倒了 還有幸運? 會有多少 多少錢? 200元 再加星星是... 沒有星星 會不會還一個碧姬給我們?這些彈煙... OK,有碧姬在這裡 影子那些麻煩你走 黑暗火關掉光明的火出現 它是靠跳 完全沒有笑 我們沒有打傷它 完成了 好 這個是不是教授? 他終於說到我們中間跳了這麼多地方,這麼驚險 你怎麼來呢? 雖然我幫你開了門 他擔心我們就趕過來 看到其實已經完成了,連那個千年女妖都結束了 要我們看這些,有一個巨大寶箱,在哪裡找的? 你在路上找到 就是惡棍鎮口耳相傳的傳說中的寶物 可以我開嗎? 就是 就是說 對呀,終於可以了 當爆機,你就是回歸我們的時間 Yeah 我滿意這次的故事 還有那個鋪牌很棒 因為我們跟他分別 要研究其實你自己都可以,博士你這麼懂 對了,丁丁也會幫忙研究 當然會記得你 對呀 在這趟旅程我們學到,不可以輕易放棄 對呀,要有男子氣概,萬萬太郎 你要相信你自己 我自己 富羅坦就要回去舞台,可以了 有自信 做回你喜歡做的演員 到時你派免費給我 你都知道這些排隊黨很猖狂 對呀,其實我們真名是Mario 光澤雷子都可以,我會應 你會不會去舞台打,你這麼好打 其實 他哭 另外微微安 他對我們,你看到我們有碧姬 你就找另一個 我直接說,我們不可能 他都感覺到我們跟公主是偏造地設的情侶 盡快忘記吧,不要記在心裡 我們這些東西 另外巴列爾 很開心我們可以叫你出山 做回水手 對,你太太也想你繼續振作 不要告訴別人你親了我很多大媽 因為公主生氣,知道嗎 還有你現在不要走過來 他說歡迎我們回來 爆肌有沒有機會我們都可以做一些我們還沒做的事 船到了 他們送菇給我們吃 幸好不是他們特產的光珍珍菇 新鮮的蘑菇 新鮮的蘑菇 應該是兩兄妹 和我問候老太婆 全靠大家不用這個世界被黑暗籠罩 又一次拯救了這個世界 又真是幸運我們來到這裡破壞艾克斯哥夫的陰謀 如果他不找碧基公主 可能真的找丁丁做勇氣 這隻船在這裡 原來睡著了 遲了 可不可以不走嗎?我想留下有些事情做 其實很難過 再見了各位 我想問Luigi他 之前好像還在這個陣 他是不是自己走了 也好,沒人妨礙我們兩個 會不會成為一個朝氣蓬勃的城鎮,如果那些黑幫離開可能會好一點 現在是冠仗氣,他被人抓走當然是害怕 就是因為提黑的電腦幫了碧基 其實整件事一開始就是碧基不聽其樂爺爺說自己到處走 打到日出了 太陽慢慢升起,在海裡欣賞日出 現在我們過回平淡生活 你也不差,你也救了二海雷公主 我看見後面有兩張照片 一邊應該是Mario的同伴,另一邊是Luigi的,我們又收到訊息 丁丁的,他在老師身邊 雖然影子女王未打到,惡棍陣還有很多謎未解開 他們正在研究 根據他和Mario冒險時的資訊,他會找到一些新的真相 有些隱藏了的真相 最後那個寶箱裡面有些什麼,答案就是 是秘密 又走回其他世界 再去其他冒險過的地方 他們結婚了沒有 慢慢太陽夢想就是 想做村長 令花花村變得更和平 其實現在都很和平 做村長這個想法都算是很偉大 慢慢林就會變成村長太太 就是了 咦? 傅羅坦演戲,回到舞台 另外找了替身爆我們Mario 現在正在演戲,叫做紙片Mario 即是回到Mario 原來替身是蘭培爾 搞笑 到阿渣古,現在我想他是冠軍 他說要把自己的名字變成偉大的光殺雷茲二世 他連光殺雷茲都輕鬆打敗? 這麼大口氣? 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 另外明明安找到你真愛沒有? 回到影之三人祖道? 魔球臨現在金盆洗手 大家信不信? 還有不欺負明明安 我們都是不見為妙 不見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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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我會回 一隻鬼船 另外巴列爾水手 叮叮有沒有跟他聊天? 有,上到岸 看到這個島我都感覺到熱,因為現在香港很熱 終於放下太太離開的心結 為未來他的人生打拼 要好好過著每一天 接著是 在惡棍陣開揮章店的芝芝利娜 他現在沒有了眼罩,不太認得到他 不太認得到尾巴 戴上了 超好新手,如果我們都跳到這麼高的方便 阿拉斯哥夫未蘭牙,另外他手下又做什麼? 這裡不是你要來的地方 他說得到教訓 應該就跟魔球林一樣不會再做壞事 希望是 來吧 這個上月球的房間,是不是可以用到? 有燈 整個基地爆炸了 我們可以翻過去嗎? 這麼神奇? 提克,他有電 而資料會不會還在? 原來最後是他幫我們周遊列國跟企能聊天 最遺憾的就是 都要保守秘密 很詳盡的回顧 這個爆炸真的非常長 有客人到 是誰呢? 大神和碧姬 要你大駕光臨,不好意思 有什麼叫我們去城堡 之前在城堡的倉庫上發現一些好東西 藏寶圖 這次真的是寶物嶺 哈哈 再次去冒險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樣子好笑啊 碧姬 他用來啦 哇 哈哈 成功 和音樂 成功 黃衔 展祥 成功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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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務委託還未做,還有機會 大家都在期待我們 同伴回來身邊 全都齊了 連渣古都不去比賽了 過到來我其實是想去旅館 在裡面 我們去找一下Luigi 他在回憶至今的所有冒險 我當然想聽你的故事,也因為有些東西 他有一本暢銷書《超級Luigi》的 其實他會不會交代之前有些忍悔的點點點點的內容 其實真的很多人想把我的故事寫成書 我一直是被人訪問 經常上電視 在街上又有人認得我又拼簽名 老實說,冒險的辛苦是談不上 這個是我的本份 你睡橫睡,不要歐嘴 採訪還來到這個旅館 本來以為本書沒有人看 但誰知道 超級Luigi出版之後 在惡棍震的銷售排行榜 打破了連續第一名的紀錄 真是想不到這樣可以賺大錢很開心 接著我都讀了那本書 裡面就記錄我的熱血冒險 全部寫下 全部都是真的 沒有假的 因為我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是說真話的 看本書就等於看了冒險紀錄片 在惡棍震帶賣的 其實那本書我買過 我買過幾期 他所說的故事都結束了 但也沒有說重要的劇情 我照樣買一些書 應該還沒結束 我買過的書 看看還有沒有新出版 有,256 給大家看看 只需要大家冒險一直跟Luigi聊天 是會 繼續買到Luigi的書 現在就買第五期 說真的,錢真的有很多 集齊了五期 現在就按第一期給大家看 我就慢慢按 每一頁你們自己有需要 就按停Youtube 可以看看劇情 應該是真實的 我想都會對應我們之前 每個一關都會看到他 我想都應該是一樣的 其實最緊張的應該是看第五期 他怎樣打贏那個最終BOSS率國王 看完第二集 君龍君龍火山 他有一個新的同伴 祈父 但好像沒有說到祈父怎樣受傷 好,第三期 好,第三期 已經到賽奇 已經到賽奇 到賽奇 一開始就天球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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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緊張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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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恆哥塔 這場最終戰役 在Luigi的口術 他是隱悔地掠過 他打贏 他打贏 然後有一個聲音就是 二海雷公主叫Luigi停手 原來二海雷公主說了真相給Luigi知道 原來律國王其實就是二海雷公主的戀人 但是Luigi一直都心愛著二海雷公主 只是聽心聲都著了迷 可麗餅大臣是想謀反 用魔法將律國王變成怪物 可麗餅出現了 想Luigi給他羅盤 有了羅盤的力量 落魯基帝國就可以再次統治世界 原來真正的人就是可麗餅 Luigi根本不是對手 但是從一二海雷公主的皇宫上面 最後一個羅盤的零件 開始發光 給了Luigi一個神奇的力量 令他可以預知未來 看穿可麗餅的所有行動 用取 使出必殺技把他打倒 這個就是一個真正的落幕 Luigi告別了同伴之後 離開了格仔鬆餅王國 當然很難過 原來因為他用了羅盤的力量 看到不遠的將來 就是格仔鬆餅王國的祭典當日 同時間舉辦了伊可雷公主的婚禮 即是愛人結婚了 新郎不是他 辛辛苦苦 拯救的其實不是伊可雷公主 而是律國王 是他的戀人 很傷心 難怪不跟我們說 Luigi回到家 看到他留給哥哥 Mario那張字條 沒有人看過 因為Mario也在冒險中 很搞笑 終於看完整個故事 了解你的慘況 我都不懂得安慰你 因為我救到那個碧姬公主 真的跟Mario是戀人 現在我們去看看教授 我很想知道那個禮物 在地上拿到的寶箱是什麼 Hello 他會覺得我們很有精神當然 主角來的 你研究成怎樣 沒錯沒錯 我就是想知道那個寶箱是什麼 我都想和你一起開 你不是開了嗎 咦看來真的開了 是光珍珍的蘑菇 那 都合理的 放在一千年 其實都不是什麼特別寶物 你找到我相信 他說不要失望 因為都叫做千年的人都會吃菇 那 都不奇怪 因為一千年的人 吃什麼 跟現在都不會超大分別 如果你說發現以前的人 吃完的牛麵 雞蛋仔這些東西 我就說出奇 那他試一個 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 就是了解以前的人吃什麼 這次這隻PayPalMario RPG 就玩到這裡 順利爆機 當然還有很多隱藏 其實就留待大家慢慢再玩下去 因為都很漫長 我也要準備其他遊戲 多謝大家陪伴了我們這麼久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連載 最搞笑的是我 原來為他們配音 大家都滿意 日後如果有需要 其他遊戲都用這個做法 令大家看得開心一點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意新連載 下次見,謝謝 拜拜